玩过一二三木头人吗 动了就要给枪毙那种 终点有个巨型娃娃 玩家只要身体一动被他看到 墙上就会冒出无数把狙击 直接击毙 而玩家要在五分钟内 走过二百米抵达终点 只要赢了 就能拿到四百五十六亿韩元 游戏开始 黄毛率先冲在前头 可当娃娃转过头 他还在那左右晃动保持平和 结果 其他玩家一脸懵逼 刚刚发生了什么 接着一动继续 黄毛的机友跑上去看 他以为对方只是摔倒了 却不料 这下可好 他给吓得一动 娃娃立马锁定了他 机友慌的转身就跑 但还是被一枪穿心 玩家们集体慌乱 纷纷惊恐地往出口跑 可他们越是跑 命丢得就更快 整个露天场充斥着尖叫无数的枪声 血迹四箭 他们只能趴在被锁死的大门 接受死亡的到来 一分钟不到 就已经死了近一半的玩家 而游戏的幕后操控者 还坐在房间享受着这场游戏 剩下的玩家惊慌是错 但根本不敢随便移动 随着游戏继续 一个老头兴致勃勃地往前走 其他人见到 也跟着继续前进 但也有人浑身发颤 躺在原地不敢起身 看着面前接二连三的人被枪决 他哪里敢动 可身后的堂弟告诉他 只要跟在别人后面 娃娃的移动检测就会发现 见对方的方法奏效 他连忙起身 结果 时间只剩一分钟 玩家也已离终点近在咫尺 却还是有人在最后一刻输掉游戏 随着时间即将到头 不少玩家也都逐一抵达终点 但是这个大叔 却一不小心踏错脚 眼看娃娃开始回头 他一倒就要死 还好 身后这力大无穷的歪骨人抓住了他 最后趁着娃娃转身 时间也开始倒数 大叔立马飞奔 终于扑进了终点 可游戏结束了 其他还在场上的玩家 就要被逐一淘汰 你以为这场游戏结束了 不 这还只是第一场 这个男人在玩碰糖 可一不小心 上面的图案断了 他无比惊慌抬起头 但无奈 还是被裁判看到了 看着男人被淘汰 旁边的女孩也慌了神 手上的碰糖也裂了 他百般恳求着裁判 再给一次机会 但根本没了 而这场游戏 需要玩家在十分钟内 将自己拿到的碰糖抠出图案 其中有圆形 三角 星星还有雨伞 圆形和三角最简单 拿到雨伞了 只能认栽 这老哥拿到三角 随便在边上一摆 一个边就下来了 而拿到圆形的歪过人 还懵懂得一点点扣 拿到星星的老头 手都止不住地颤抖 这哪里能成 还有这个屁不绝的老高的大叔 他拿到的可是雨伞 也是一点点的呆 还不浪费食物 扣下来的就往嘴塞 整的裁判都傻眼了 可随着有人弄断嘴 枪声逐渐响起 不少玩家纷纷开始丧命 但也有人胆子大 你瞧瞧这大神 居然躲在滑滑梯下 用火机烧针 一下子就把图案的边给融化了 不过也有的人还在拼命 你看着黑帮老大 拿到的星星手都抖成了这样 时间只剩五分钟 伴随着间断的枪响 玩家也已经被处罪了 尸体躺在一边 剩下的人只能坐在原地里里 没一会儿 拿到简单图案的人 就轻松抠出通过游戏 但是这拿到雨伞的大叔 时间只剩三分钟 他却才抠出了三分之一 听着玩家的成功通报 与身旁枪响 他愈发慌张 汗水都大珠大珠的滴下 但就是这么一下 大叔发现了机会 他赶紧拿起碰碰举过头顶 在灯光的照射下 图案的边边开始融化 于是他尝试用舌头舔 果然 缝隙更薄了 就这样 他不停的舔舌 缩糖 其他人见了 也纷纷跟着学了起来 就连这个老头也不例外 时间只剩一分钟 老头也在舔舌下 成功抠出星星 而大叔舔的舌头都黄了 这才完好无损的取出雨伞 时间到点 游戏结束 赢的人就能拿到456亿韩元 而输的 只能被挨个枪决 但还没完 下一场游戏即将开始 这是由于游戏最让人类崩的一集 玩家需要两两分组 先赢得对方十颗弹珠的人就能获胜 否则时间一到 就要被直接枪决 首先看看这一组 星机本地男对阵老实歪果人 星机男以为歪果人好欺负 结果几局下来 他的弹珠就只剩下一颗了 他气急败坏 邓大眼就反问对方是不是作弊 于是星机男挽起了星机 说什么裁判给的弹珠袋不安全 弹珠容易掉出来 让他给对方做个防护套 星机男趁拿到歪果人的弹珠袋后 直接将其所有弹珠都偷了 而对方身上挂着的弹珠袋 那里面全是石头 等歪果人发现时 星机男早就跑去找裁判宣布胜利 那么等着歪果人的 就只有淘汰 再来看最有类点的一组 两个本就关系较好的女生结为一组 一个是爬手 一个是没有家人的鼻丁妹 鼻丁妹提一局定胜负 赢了就拿下对方所有弹珠 不然明明都快死了 还要在那傻傻地玩游戏 爬手同意了 两人又见时间充裕 聊起了各自的故事 两人聊了快半个钟 比赛即将结束 他们决定开始游戏 将弹珠扔到离墙最近的人就能胜利 接着鼻丁妹让对方先扔 可等爬手扔完了 她接下来的举动 却是全聚的泪点 最后裁判来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叫做 《鱿鱼游戏》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